除了和星云结衣结婚 你还知道新演员的哪些成就 作为歌手他被称为是日本的男soro之光 连续七年登上了红白歌会 作为演员他演出了超过20部以上的日剧 8部电影 同时他还是一名作家 主持人 声优 大家好我是皮匠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新演员的故事 他是热爱创作 无惧任何挑战的努力家 更是两度濒临死亡 依然可以笑对人生的乐天派 小时候的新演员患有肠胃炎 三年及时的一次体育课 他意外地拉在了裤子上 也因为这件事 他成为了全班同学的笑柄和欺负的对象 性格内向加上长期的校园霸凌 他被诊断出了焦虑症和恐慌症 不得不依靠药物来控制病情 好在这段时间里 妈妈给了他最大的支持 每天想着法子来逮他开心 在妈妈的鼓励下 新演员也逐渐开朗了起来 尝试着上学和交朋友 终于在他升上中学时 一切迎来了转变 在好友的邀请下 新演员加入了学校的戏剧社 这次经历激发了他对戏剧的爱 从此走上了演员之路 高中时同时还邀请新演员 一起组建乐团 也是这个契机 让新演员开启了属于他的音乐人生 可正当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时 新演员的焦虑症复发了 比以往的任何一次都要严重 而这一次拯救他的是爵士乐 一天他听着乐团Creezy Cat的歌曲 少废话跟我来 当中的一句歌词触动了他 船到桥头自然直 一位沉浸在绝望的新演员突然意识到 继续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他选择了相信这句歌词 怀着一切都会变好起来的信念 从深渊中爬了出来 这一次新演员在音乐那里得到了救赎 他按下决心 我也要创作 我要做演员 我要做音乐 高中毕业后的新演员没有继续升学 而时候同届的朋友们 组成了契约乐团Zuck Rock 还加入了戏剧团大人计划 住在一个不足三平米的公寓 一边乐团演出 一边剧团表演 同时还打打零工 为了实现他的创作梦想 新演员坚持了六年 Zuck Rock是一个纯乐器的乐团 虽然也很喜欢唱歌 但新演员始终对自己的嗓音没有自信 不过 机会总是会眷顾那些有准备的人 通过学习写作 他成功采访到了偶像戏野青城 两人相谈甚欢 在戏野青城的帮助和鼓励下 2010年 新演员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单曲 《笨蛋的歌》 旋律缓缓动听 他也收获了属于自己的本丝 与此同时 在演戏方面刻苦钻研的他 也开始有点名气 连见一切都有起色了 命运却又跟他开了一场巨大的玩笑 2012年的12月 新演员在录制完新的单曲后 眼前突然一黑 倒下了 31岁的他脑部动脑脑破裂 被确诊为助网膜下枪出血 这个病的死亡率高达4成 死神第一次来到他的身边 好在手术及时 他捡回了一命 三个月后 新西工作的新演员就重新复出了 手术的成功并没有让新演员脱离死神的魔爪 仅仅四个月就复发了 这次死亡的威胁来势汹汹 复杂的开炉手术持续了8个小时 做完手术后的他 直接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每天伴随他的 只有强烈的头痛和止不住的呕吐 他被护室扎了无数的止痛药 但仿佛也只是安慰剂 没有任何的效果 手术后他还被告知不能动 所以每天能做的 只有呆呆地望着天花板 疼痛和无助 甚至让他想过就此一了百了 可转念一想 还有好多事没来得及做啊 只是默默死去的话 未免也太可惜了吧 于是他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硬是将自己的生命 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 为了不让粉丝担心 他在付出演唱会上 将自己的治疗过程变成了段子调侃出来 开玩笑的语气 仿佛这些事不是发生在他的身上 这场大病让他从一个会因为校园霸凌而患上焦虑症的人 变成了一个超级乐观的人 连地狱都不怕 还有什么是值得恐惧的 从死神手里挣脱的新演员更加意识到了生命的宝贵 他全力地创作 做所有让自己开心的事 过最快乐的人生 走过地狱这一遭 下次我也能爬上来 付出后的他写下了一首名为 《身处地狱有何不可的歌》 歌词中他提到 总有一天我要从这个动弹不得的地方 抓住明天 然后再次站起来 地狱没什么不好的 我活着回来了 新演员用他的行动告诉大家 苦难并不是只能用悲伤来面对的 即使知道身处地狱 即使匍匐着挣扎前进 也要怀着最棒的心情走向终点 他的曲风从忧郁慢节奏的民谣 变成了节奏明快的舞曲 在他的歌曲中 你能听出满满的喜悦和幸福感 那个曾经被音乐拯救的少年 现在也在用音乐拯救着无数人 导演袁子温是这样评价他的 不为地狱真正的人生肯定派 即使摔倒了也不会让自己白摔一脚 节目《情热大陆》也曾在推特问观众 新演员的魅力何在 为了做成自己想做的事 被嘲笑了也要继续下去 表面是草食系 实际上是肉食系 既清爽又浓厚 帅吗 不帅吗 完全琢磨不透 这就是新演员 他从来都不是什么配不上 新人节一的小透明 而是一个足够强大 足够努力 足够细腻 也足够温暖的人 好啦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 如果这个故事也能感染到你 就请我点个订阅哦 你的鼓励是皮奖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